2022年度十大最美红毯 怎么样美到你的心肩上 2022年度盘点第七集 年度最美红毯 第十名 黄欧 红裙出场 还带着一个抽出的男伴 王欧这次在飞天红毯上 是真的大杀四方了 这次红毯 穿深色系的 冷色系的女性不要太多 有的呢 还是毫无意外的翻车了 但是呢 当穿着一身红裙的王欧到来时 这场红毯 似乎都变得有了看头 这身低胸红裙 虽然跟背景版的颜色很像 却把王欧的肤色衬得更白了 腰间呢 是一个大型蝴蝶结 蝴蝶结下面呢 却是一双右背右胸大长腿 哎呀 这谁看了不得翻迷糊呀 第九名 王立坤 又是一位穿着红裙出场的美人 渐变得深微开刹鱼尾长裙 像条美人鱼 王立坤本身的气质又很清冷 这烈焰红裙穿着 一冷一热 哎 瞬间就互补了 他的身上呢 也没有一丝坠肉 看着就是又瘦又美 这身扩形还很干净利落 胸前的尖角抹松的设计 又显得不落俗套 简直是又得体又好看呢 第八名 谭松韵 在精英颁奖李红毯上 谭松韵穿的这身薄荷绿纱裙 真是一眼就没到我心里去了 他个子娇小 所以呢 穿这种大体积的蓬蓬裙 会更压得住场的 也没有小孩偷穿大人衣服的及时感 跟黄轩一起颁奖时 那一贫一笑 我仿佛又回到了耿耿时期 这身造型真的很简利哦 清新 雅致 又不是活活可爱 格格的上了一波分 第七名 张天爱 这场红毯呢 丑衣服超多 张天爱却穿着一袭白色鱼尾低胸长裙 出着大波浪 杀出重围 一出场就自带杀气 他不仅状态超好 眼神还充满了自信 张天爱呢 本来就肤白 再穿一袭白裙 那更是白到发光啊 随便摆几个pose 看起来都是风情万种 艳丽四射的 皮肤也保养的挺好 一张高级脸 即使是对脸生涂 在一众女星当中 也很突出 小爸看了 只想让姐姐继续这样美下去 不要受到皮毛骨就行了 第六名 关小彤 关小彤在今年和近年的红毯上啊 都没少搬出 露坠肉的 露腹乳的 奇奇怪怪的 啥都有 所以当他穿着这两身裙子 再次走红毯时 他才会问一句 大家应该满意吧 我也不知道 这两次造型呢 却是比他以前的造型 要和谐得多 第一套很显身材 没有露腿 看着也纤细高挑 第二套更美 黑色超短裙 加蓬松波浪卷 腰细腿长的优点 被放大 缺点呢 也完美规避 小彤的造型师 终于可以加鸡腿啦 第五名 孙姨 孙姨的造型师 真的很会给孙姨选衣服呀 在某时尚盛典红毯上 孙姨先是穿着一袭黑色相钻的礼服 气上全开 后又在那场穿着一袭霉红色的礼服 那啥四方 两套衣服都在全方位的展示 它的美 版型虽然很简洁 但没有身材分割点 孙姨看起来是又高又瘦的 特别是没红色这套 不是肤白貌美的人 还真不好驾驭 孙姨穿上后 那就显得她肤色更白啦 所以 这次造型 孙姨完胜啊 第四名 贝比 贝比呀 不愧是坦兴 总是能在红毯上 大杀四方 这次在金鸡红毯上 她一出场 也是可以让万众瞩目的程度 这眼神里透露出自信 就好像她天生就属于红毯一样 这几步路啊 都埋出了王者步伐 这一身白色纱裙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仙气十足 一抹红船更是又美惑又性感 露背又露腿的设计 我反正是不会拒绝的 第三名 妮妮 每次都有红毯惊艳造型的妮妮 今年在红毯上 也在继续美顾 穿着一身浅绿色的长裙 露出纤细的胳膊和腰身 美得是大气忧伤大样子 绿色裙子 仿佛长在她身上一样 肌肤若隐若现呢 却又不会走光 这么一看呢 旁边穿着深绿色裙子 还化着大浓妆的文勇衫 气场呢 瞬间就减弱了不少 我的目光啊 反正都在妮妮这儿了 没有对比 也没有伤害 哎 我宣布 妮妮这次赢麻了 第二名 迪丽热巴 红毯上 当然不能少了一只美的热巴呀 虽然在年末 没见着热巴 但热巴 在年初参加红毯的造型 还是可以眼压裙方 一洗衣子间 溜光银色长裙 把热巴的好身材 又衬得非常完美 走起路来呢 又是摇曳生姿 紧身长裙 也勾勒出了 完美的腰臀比例 热巴呀 果然总是可以在红毯上 美到我 第一名 舒奇 不过 今年的红毯女王呢 还是非舒奇莫属 一身普普通通的黑色的礼服 穿在她身上 居然这么像那一招 一种高级的跪迹感 瞬间就凸显出来了 当然呢 也是因为舒奇的衣服并不突出 所以就把她整个人的气质都放大了 一身长裙 勾勒出了她的曼妙曲线 高收腰的包藤裙 又营造出了一种性感风情 英卵的卷发 配上这个大红唇 哎呀 云味一下就有了 甚至还有一种港风美 我只想大喊一句 姐姐 我可以 今年的红毯呢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大方异彩 那还是有可以美到小八星卡的造型 所以女星们呢 都在红毯上捐起来吧